EVA妳拍在這裡幹嘛 還不趕快去拍兩分鐘爆天氣 喔 放假回來好累喔 而且天氣陰陰涼涼的好舒服 想睡覺 為什麼天氣會陰陰涼涼的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正在一個低壓袋裡面 雲量比較多 而且台北的部分又有東北風的吹拂 所以會感覺涼快涼快的 就很想睡覺啊 詳細的天氣情況讓博士來告訴你吧 大家好 最近很多朋友一直問我 雨到底什麼時候停 大概還要兩天 整個環境因為位於一個大的低壓袋當中 這個低壓袋是有一點類似西南風 加上高壓犧牲的結果 所以在一個大環境裡面不穩定 預計各地都是情石多雲偶有局部的雷陣雨 情石多雲偶陣雨 這個時候就要看禮拜三開始 高壓增強的程度 高壓如果夠強 就會抑制五後雷陣雨的發展 但是高壓如果要強不強 那五後陣雨就會變得很多 那目前來看的話 在禮拜三之後會逐漸的趨緩 台灣這邊其實真的位於一大坨雲溪裡面 有西南風又有一點通北風 這個就有點像是封面 但是這個季節不是封面 就是整個大的低壓的環流在裡面 那高壓在這個地方 高壓也會跟這個地方產生一些作用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大的低壓袋 水氣非常的多 很多的對流雲氣從台灣西南邊發展起來 移到台灣就造成滿大的雨勢 那這邊也會有低壓發展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這邊的低壓發展 變成颱風的機會很像又降一點點 所以我們一直提醒大家 不要說太早的去預測 大概等到要變成颱風了之後 再來說會比較合適 現在來看的話 一個低壓在那邊繞 不見得變成颱風的 有一朵雲氣有勞動 要變成颱風 都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 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有機會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機率又降低一點點 每天看可能每天不一樣 所以大家不要急 禮拜三禮拜四再來看都來得及 那這幾天呢 台灣各地都是容易有雨的 禮拜二的雨是還蠻多的 尤其是中南部 北部山區也有 禮拜三會慢慢降低一點點 但是各地都有 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會 禮拜四禮拜五 隨著高壓增強 轉為靠山區容易有雨 請大家留意這樣的節奏變化 事實上慢慢的在轉變當中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晚上的天氣 大致上下完雨之後 涼涼的還蠻舒服的 甚至北部有點東北風 有點涼涼的啦 感覺還蠻好的 明天呢 大致上三十到三十三四度 各地呢都是情勢多雲 偶正雲的天氣 明天還是一樣 比較不穩定一點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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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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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潘陀大雨 其实你应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一东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雨费 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你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减少损失